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闻 缅甸的新总统严爵就宣誓就职,成为当地50多年来首位文人国家领导人 被视为缅甸迈向民主的重要一步 严爵是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的亲信 他在首都内比都召开的联邦议会两院的议席会议上 与两名副总统是一起进行宣誓 18名内阁部长就接着也宣誓 严廷领导的新政府将于星期五是履新 昂山素姬就担任外长并兼任三个部门的首长职务 军方仍然控制国防、内政和边境事务 全民盟去年11月在大选取得大胜 在开放角逐的议席当中夺得了八成的席位 根据军政府时代制定的宪法 国会四分一议席由军方人士把持 政权交代之后标志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军方 直接或间接统治之后 政治过度是正式的完成 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在耶路撒冷分别是与总统李夫林 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适进行了见面 双方就宣布同意正式的启动 终以自贸区的谈判 刘延东就表示 中国把以色列是作为创新合作的重要伙伴 中方愿意与乙方是共同的进行努力 推动双方的关系 不断向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是进行发展 内塔尼亚胡就表示 乙方是愿意成为中国创新合作的理想伙伴 双方进一步的加强在创新 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务事合作 刘延东和内塔尼亚胡共同主持 终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二次会议 并见证了签署有关便利签证 科研 农业 高等教育 文化等等的 13项合作建议 敌港邮轮伊丽莎伯皇后号是爆发了 诺如病毒 卫生署总港口卫生主任就表示 5人有呕吐 腹泻以及发烧等等的病征 27人正在自我进行隔离 部分人今日也会下船 何利明就表示 经过检查之后 5名有病症的乘客是已经开始痊愈 如果注意个人卫生 在小区传染的机会是极低 他就表示感染人数有下降的趋势 邮轮也会加强清洁 相信不会再有大规模的病症爆发 何利明就补充 陆入病毒多于冬天出现 也容易在密集环境式进行爆发 就包括院设 邮轮等等 但若有及时的措施 是可以控制病毒的扩散情况 内地公安部就针对了越港边界的偷渡活动 自上月起是采取了专项行动 一个多月来 广东 广西 云南公安边防总队 共同是查获了非法入境者2900多人 其中东南亚裔占2800多人 南亚裔有83人 偷渡集团成员有142人 而有香港警方通报截获的外籍偷渡人士 就有94人 另外 越港两地在今个月 是破获了三宗大型的偷渡案 其中一宗在本月的18日至20日 广东公安边境的总队联合香港警方 在深圳 惠州以及香港三地 是拘捕了30名偷渡集团成员 121名的南亚籍偷渡人士 涉案船只是四艘以及一辆汽车 成功地倒破了一个以南亚裔香港籍人士为首的集团 内地当局就指出 有关集团横跨越港两地多年 长期组织南亚籍人员转到广东 是进行偷渡到香港 一名内地的游客去年10月于红看的一间珠宝店外 因为购物问题与旅行团的领队以及导游士争执遭到殴打 其后是死亡 44岁的港人男导游胡延南早前就否认两项普通的袭击罪 案件今日于九龙城裁判法院进行了预审 限定5月23日开审 期间被告是获准保释 预计审讯将会为两天 控方将会传召8名证人就包括5名的警员 另外32岁的内地领队刘洋 早前就承认是袭击死者苗春启和女团友张丽霞 4项袭击罪总共是被判监3个月 关注完了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天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收涨437点 是报在20803点 国际指数涨252点 是报在8979点 从盘面上看是只有两只股份下跌 分别是百利国际跌6.8% 是领跌蓝筹 中国升华跌1.9% 来关注涨幅榜方面 猛牛乳业是涨11.3% 为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康师傅控股涨8.5% 中国旺旺涨7% 中国石华涨5.7% 交通银行年报就披露表示 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的 梧桐树投资平台已经成为了集团第八大股东 持有约为7.95亿股的A股 普发银行早前的公告也显示 梧桐树投资已经是持有了3.15%的股份 跌生前十大股东 两家银行的披露就显示 截至去年第三季末 梧桐树投资尚未成为两家银行的前十大股东 外管局早前对国家开发银行是注资了480亿美元时 梧桐树投资作为外管局的持股平台 直接的持有国开行的股权 另外据国内媒体就报道指出 在组建思路基金时 外管局透过梧桐树投资投入外汇储备 达到65亿美元 梧桐树投资出现在A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名列 实际属于罕见情况 亚洲开发银行就下调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预计今明两年的增长都是5.7% 原因是全球存在多项的不明朗因素 而中国前景也是转弱 亚银去年12月的报告预测 区内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为6% 亚银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表示 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加剧金融的波动性 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的放缓 可能扩散至邻国 生产者物价通缩 可能损害部分的经济体增长 亚银就下调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为6.5% 明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的跌至6.3% 亚银又表示 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疲弱 也为依赖商品出口的经济体发展前景 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国信达总裁助理梁强就表示 现实银行业不良资产上升 为集团是带来了机遇 估计现实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总额于1.2万亿元的人民币 大型商业银行是集团收益的主要来源 市场就指 中央即将推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 以及债转股的措施 以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 梁强就表示 商业银行在政府的鼓励下 或会采用创新手段 解决不良资产问题 但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不良资产的业务上 是具有一定的经验 集团仍然大有可为 他就预计 未来商业银行出售不良资产 仍然是有失一个大趋势 信达并购南洋商业银行的合作 会在今年6月30日是完成交易 现实是正在进行监管以及审批 相信能够帮助集团拓展境外业务 梁强就补充 未来遇到合适的机会 不排除仍然会进行并购 重组等等的手段 孟加拉国孟中电力有限公司 以及中国企业是联合体 日前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克尔市 签署了1320兆瓦的燃煤电站建设合同 总金额是高达15.6亿美元 据新华社就报道指出 该燃煤电站项目 位于孟加拉国南部的博度阿卡利县 占地是达到了397公顷 是超超临界的燃煤电站项目 计划在2019年的12月全部投入使用 孟中能源公司是由孟加拉国西北电力生产有限公司 与中国机械进口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合资公司 两家公司的股份是各占50% 孟加拉国就计划是通过建立更多的燃煤电站 实现到2030年 发电能力是达到2万兆瓦的目标 新电站项目是孟加拉国能源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消息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 大致的多云以及可能会有一两阵的阵雨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